在肯定後壁湖最知名的海產一條街這邊 因為下午的風雨逐漸的加強當中 本來應該滿開的海產店 現在店家也都是在苦等生意上門了 放眼看過去真的沒有什麼人 知名的後壁湖海產街 颱風天稀稀落落的遊客 盡量可以避開 最危險的時候就盡量避開 颱風天沒辦法就是苦中作樂 說是苦中作樂來嚐嚐海鮮 但是這幾座消費者 業者表示大概就是一上午的業績量 現在入區進來的12點 這是第一組客人 真的是好難過 早上11點海產街只有工作人員 落寞的整理備料 到12點第一批客人上門 但這完全不是週末假日 尤其是暑假這個旺季 應該出現了景象 平日的那個1.5 1.3倍1.4倍 這個時候還在客滿 而且甚至還有 還有遊客會在這邊排隊要等用餐 所以真的是落差非常非常大 有風有雨消費者不敢上門 這一條海產街總共有六間店 台風天只有四間店開門 但是一早又是風又是雨 兩間店撐到了中午 加起來的業績不超過20座 要下班了喔 對 眼看生意做不成 業者要收拾店面 說讓員工及早回家休息 週末假日的業績就隨風去吧 三連新聞股服先皇之中 朱宇蓉 SNL住評导報導